歡迎大家收看 QOA Channel 看片前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 頻道 以及按下旁邊的鐘仔 小米在香港正式宣布了 會推出這個重量級旗艦手機 小米 13 Ultra 不過米粉就要等到六月份才買得到 而且說明數量是有限的 如果等不及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入手水貨 跟這個小米 13 Pro 相比 用上可變光圈的設計 以及調教長焦鏡頭 如果你说它是一部手机,它其实更加像一部相机 外界就对小米13 Ultra 的拍摄力就吹到上天了 我们立刻和大家试一试它 小米13 Ultra 采用了这 6.73 吋 3200x 1440 像素的 AMOLED 串动屏幕 支援最高 120Hz 的 Adaptive Sync Pro 更新率 240Hz 触控抢用率 最高 2600 nits 的光度 HDR 10 Plus, LPT Pro, DCI-P3 港式域, Dolby Vision 影像技术, 屏下指纹感应等等 支援蓝牙 5.3, NFC, 还有 5000mAh 的电池 90W 小米 瓶派有线秒充, 50W Pro 小米 瓶派无线秒充和无线反充技术等等 我们来看看机背 机背采用了抗菌纳米科技直胶皮革机背 内磨损,抗变黄,更加有 IP68 防尘防水 机顶和机底都有麦克风和喇叭 估计录音和音效外放方面的表现都不会差 镜头部分有点厚,机身份量十足,重227g 我们来看看一张超高清的图片 屏幕的光度真是光到爆 色彩又鲜艳细,细节显示都不错 未有明显的偏色,曲面屏幕的Full Screen 观赏体验真是不错 我们在YouTube 上播放一条 4K HDR 的影片 基本上可以很简短就表达到 色彩呈现能力强,画面流畅,细节丰富 小米13 Ultra 采用了 Snapdragon 8 Gen 2 的处理器 最高有 16G RAM 配 1TB ROM 基于 Android 13 系统的 MIUI 14 我们照舊用 Antoto 的应用程式进行跑分 分数是 127 万分左右 性能表现出色,在旗舰机里也算是高级水平 来到大家最关心的拍摄部分 小米13 Ultra 配备了 4 个 5000 万像素的镜头 最出名的主镜头就是 Sony IMX 989 1 吋大SIMOS F 1.9 至 F 4.0 两挡可变光圈 Hyper OIS 超级光学防震技术等等 另外三个镜头同样是 Sony IMX 8500 超级光学镜头支援 122 度感觉 5cm 超级微距 长焦镜头等效 75mm 焦距 支援 OIS 光学防震 SUN EIS 防震 来到超长焦镜头 等效焦距 120mm 同样支援 OIS 光学防震 SUN EIS 防震 而前置镜头就是一个 3200 万像素的单镜头 手机的拍摄功能都相当丰富 同以往的不同 就是不少功能都隐藏在界面上 可以设定微距 AI 相机 动态照片等等 还有人像 夜景 长曝光等拍摄功能 当然不少得用来曬命的 Leica 水印 13 Ultra 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具备可变动光圈设计 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在 1.9 或 4.0 之间切换 用 1.9 光圈的话 景深会更加自然和明显 而用 4.0 光圈的话 影像会更加清晰 怎用就看你想要拍些什么 我们先用主镜头进行拍摄测试 1吋 CMOS 带来出色曝光 对焦和快门速度 色彩的呈现能力强 水果和招牌的颜色都鲜艳分明 细节的锐利度也很高 我们来到夜间拍摄了 夜间的曝光能力都非常强劲 低光的环境下 依然可以轻松拍摄光鲜亮丽的照片 灯箱部分都没有过度曝光的情况出现 细节丰富 光暗对比度高 暗位也非常清晰 接着我们来测试超感觉镜头 阴天底下曝光能力一般般 影像有点偏灰 色彩还原度不错 边缘部分的感觉变形也比较明显了少少 超光镜头的夜间拍摄表现也是一般 曝光表现一般 暗位的曝光就不足够了 光位稍微有少少过度曝光的情况出现 细节就不够清晰 来到新加入的超长焦拍摄功能 分别用2倍、3.2倍、5倍、10倍、30倍、60倍 和120倍变焦进行拍摄测试 在2倍和3.5倍变焦底下 影像有不错的清晰度和曝光 来到5倍和10倍变焦的话 影像的锐利度还可以保持到一定水准 影像勉强都算清晰 但30倍、60倍和120倍变焦 影像模糊 只是勉强可以分辨到影像内容 长焦拍摄能力明显不及Galaxy 23 Ultra 跟小米13P一样 同样具备了大C镜头功能 只是35mm黑白镜头改成了人民镜头 四款不同的焦距镜头都可以拍摄出景深效果强劲的影像 虚化处理、自然和出色 根据现在中国大陆版小米13 Ultra的情况来看 它会提供黑色、白色和绿色机身可以选择 另外它有256GBWAM配12GBWAM 512GBWAM配16GBWAM 1TBWAM配16GBWAM 三个版本 现时香港水货价格都在$7000以上 如果香港最终的售价是多少 暂时未知 手机的性能出色、影音体验都不错 整体和小米13P未有明显的差别 外形上换上了直胶皮革的物料 握感就更加舒适 但机身就更加厚 最大的差别是拍摄能力 新加的120mm长焦镜头 和用上进可变色光圈的设计 整体拍摄能力未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使用体验上更像一部数码相机 虽然小米有另外推出一个专业的拍摄套装 可惜数量不多,一货难求 如果已经拥有小米13P 小米13Ultra真的没有太大吸引力